二战期间 日本是一个像很多人都深恶痛绝的国家 他们的罪行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善有过恶有报 日本也曾为自己残暴的做法 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尝到了美国更与的两颗原子弹长长鲜 也一曲成名成为世界上 唯一一个遭受国和打击的国家 但是二战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是暴行 也从未站出来主动向给带来灾难的国家道歉 甚至还参把金国神社称 他们都是英雄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在军事发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核武器发展方面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核原料 储存非常丰富的国家 日本境内部库存量高达47吨 不是制造核武器的重要原料 那么47吨布 可以知道多少核弹头呢 据研究算 47吨布 至少可以生产出6000枚核弹头 我的天 这一数量一大量产 那么日本的核弹头数量将直接比肩美俄 但是作为战败国 日本是不被允许研制核武器的 可即便如此 日本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毕竟它就在中国旁边 但是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其实中国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日本是战败国 不可能发展核武器 一旦有这样的苗头 美国和北约地边会出手 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美国也曾遭受过日本打击 他们清楚 如果让日本拥有这么多核弹头 对自己将会意味着什么 狼子也信绝不会因为日本是 自己的盟友而改变 日本媒体多次强调 成大量的不资源 只用于民用生产 比如发电 不会用于军事领域 也不会制造核武器 但是这是日本大方面的说法 核心度能有多高呢 这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我国军事专家表示 日本拥有制造核武器的原料 又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 尽管口头说不会研制核武器 但是真正意图还是让人不放心 我们知道 日本是一个地质在海平发的国家 火山喷发 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等等 而且日本还是个多地震的国家 也容易发生海啸 而这些自然灾害 一旦席卷日本 那么这么多重要核设施 必将无瑕顾及 一旦遭到损毁带来的核武器 必将会造成很严重的痛果 而很多恐怖分子 如果趁乱夺取核原料制造核武器的话 那么对整个世界的危害都将是无法估量的 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 美国五角大楼已经起草文案 就日本核原料问题 或将要加以限制 具体相关措施 美方并未公布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出 美国对此已表示很担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